產銷履歷就像是農產品的身份證 在食安物體越來越重視之下 農產品的品質保證更為消費者要求 與其鄉投射村的活屯地絲瓜相當有名 品質也非常好 但目前都沒有落實產銷履歷 因此與其鄉農會特別辦理產銷履歷說明會 希望讓農民了解到產銷履歷的作用與優勢 履歷推廣農產 很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調查 我們不聽過產銷履歷的 可以驚一下手機 產銷履歷行政 大家都知道過 我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社會家對農產品的安全 其實大家也有重視 所以農民議會農民主 我們這幾年對行政 包括優勢或產銷履歷的驗證都很重視 其實在三月前 在三月前我們全臺灣有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的民主 比較不夠萬六公平 我們現在跟統計到目前 我們全臺灣有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的民主 一定超過六萬三千公平 所以說在各地的期間 三年外的期間 我們這個驗證的民主 一定超過兩百以上 我簡單這樣報告就是 產銷履歷的驗證 大家覺得說 好像價錢很麻煩 還要做記錄 還要大票 價錢好像沒辦法 你也覺得價錢不夠好 因為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們理事長和總統履歷都在看 我們這 我們如果送去北農一年一年來賣的時候 來驗證是介紹得好 跟大家報告 因為驗證的東西 尤其是產銷履歷 我們現在送去北農 他都會優先 優先來做賣賣 北農這幾年來通過 我們這個有驗證的農產品 介紹 其實 經濟和統計來 價銷比較好 價銷比較好 不過一般價銷的原因 你也是要看 我們這個性銷人 來買這個東西 他的認 認性的這個所在 他的品質 農糧署中區分署 副分署長洪洪業指出 全台絲瓜生產面積最大的 就在南投縣 因此 絲瓜在漁池鄉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農產之一 目前產銷履歷的驗證 僅僅只有八位 而漁池鄉卻只有兩位 命機雖然不是很多 但還是希望農民 能夠多多投入 產銷履歷的行列 我們前面出席農民朋友 我們主要都做絲瓜 絲瓜我們這裡的台語叫菜鮭 菜鮭沒問題 菜鮭 我們全台灣的菜鮭 生產品質最大的 你知道嗎 最大的產品在哪裡 就是我們南投 我們全台灣 菜鮭生產最多就是我們南投 我們南投 菜鮭主要的產品 其實是 不利最多 再來就是我們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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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說菜鮭 是我們漁池一個重要的農產 農產的最大的作品 我了解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 我們漁池這邊 做 用菜鮭去做的檢情也有 我們有農民朋友 如果有去新興產消滅油力的檢情 我來講解 我們南投這邊都說有八個農友 都說有八個農友 都去新興產消滅油力的檢情 目前有兩者是我們漁池這邊 有種會產消滅油力的檢情 民主 雖然說沒有說太多 現在我們農民也有新 工作這裏也很有新 因為工作這裏也是要 像我們漁池這邊 我們最好的農產品來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公議會農民主這裏也是 正式的相關的檢情 所以我們就說 希望我們 工作這裏 同學這裏 可以對這個 相關的檢情 產消滅油力的檢情 可以多多來提供 所以說 我們今天這裏的目點 我們待會請我們同仁 針對這個 產消滅油力的檢情的部分 小一個部分 我每個做一個報告 報告之後我們來討論 你們有什麼基本 我們來做一個進步的討論 好嗎 我先給大家報告一下 說 我們政府既然說 要來 集中來購買這個 產消滅油力的檢情 其實大家 有這麼多的總理的消息 尤其像農會理事長 留企行也表示 這次的會議最重要的 除了運銷以外 針對產消滅油力 也召開相關的說明會 尤其目前 食安問題越來越受重視 因此要請相關單位 請來介紹產消滅油力的重要性 未來農會也會 投入協助農民 來申請產消滅油力 尤其目前投射地區的 工作年齡 老年化相當嚴重 因此在電腦設備 使用上相當不便 農會也會 從中來協助 我們在電腦設備 今天交代的運銷會議 主要就是要針對我們運銷的保分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兩個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就是我們的共同 因為我們的採過期已經採收的時間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 還有針對我們的 絲瓜的共同防治 不管是公蟲或母蟲該怎麼防治 也藉由今天的機會 可以統一一起跟我們農民 我們絲瓜農一起說明 那第三個更重要 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我們人 在針對我們消費者 針對我們飲食的健康 還有飲食的一些細節 採購的細節上 越來越講究 我們希望說今天 麻煩我們的農糧署的紅副座 他來這邊幫我們介紹 這個產銷履歷的重要性 然後讓我們在地的農民 絲瓜農 能夠針對我們在地的一個 產銷履歷的未來如何去配合 可以讓農民減化很多流程 那農會也可以側邊去協助 讓農民在產銷履歷申請上 減輕他們的負擔工作量 然後我們可以讓農民 針對產銷履歷驗證 能夠上線以後 讓我們末端的消費者 能夠拿到品質最好 然後也可以拿到我們 最安全有保障的一個絲瓜產品 那因為我們現在呢 我們投射這個區域 我們有很大的困擾 就是說我們的耕作年齡的老人化 老年化其實很嚴重 所以呢對我們一些 產銷履歷上一些電腦的使用 或是說一些紀錄燈打上呢 他們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農會在這裡呢 也希望藉由這個整體的一個 一個共同的一個產銷履歷的一個行銷方式 我們去申請這個燈打員 可以來協助我們農民呢 在燈打這個電腦的部分 或是說填寫資料的部分 由農會我們請人員來幫忙協助 讓農民呢 可以在產銷履歷未來的上線上 可以更快速也可以更方便 新疑猛舊書也表示 目前食安問題相當受重視 因此推動產銷履歷勢在必行 相當感謝魚子鄉農會的用心 邀請相關單位 請來宣導產銷履歷的重要性 既有產銷履歷可以了解到 絲瓜的成長過程相當透明化 也期待農民能夠多多協助推廣 產銷履歷 讓地方的農產有更好的收益 我們給我們的魚子鄉農會 在我們的頭小村家 來輔導我們的鄉親 來做一些我們絲瓜的產銷履歷 讓鄉親來買到我們的投射絲瓜 都可以吃得用心買得更放心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品嘗我們的投射絲瓜 產銷履歷從我們的栽種 以及收成 對我們的鄉親都是真的有一個補充 因為這個過程都是透明化的 用的配料以及農藥衣 這都是真的好 對我們的鄉親的時候 都會有這些品質 我們給它掛補充 農業署中區分署副分署長洪宏葉表示 產銷履歷的驗證補助 一年有1萬5的相關補貼 因此補貼的金額也非常高 政府也要鼓勵農民投入產銷履歷 也有進行相關的補助 另外在電腦登錄的部分 也可以請相關能源來做生產紀錄等等 讓產銷履歷更加完整 這個產銷履歷的驗證 我們一家鄉 一家鄉我們一年有1萬5塊的環境補貼 因為我們做履歷的驗證 我們對我們兄弟 減用農業減用肥料 對我們這個環境比較好 所以說如果我們從來的驗證 從來的驗證 我們一家鄉有1萬5的環境補貼 剛才我們鄉長有說 我們在鄭山 我們的老國這邊 鄉長很順 有很大的一個同貴的驗證 都超過1千公斤 1千公斤 1年後 可以領著1千5百萬的環境補貼 環境的補貼 所以說我們這個驗證 政府要來鼓勵人 我們的兄弟 我們農民的投入 政府的提供 這個環境的保護貼 另外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驗證 我們台灣很麻煩 要一些做登陸 有的沒有的 驗證的部分 驗證的費用 我們農民書這邊也補3分1年 的驗證的費用 另外 我們來做電腦的登陸 登陸 我們每年去那大 沒有拍電腦 要怎樣 我們可以去 請我們年輕人來 幫我們做生產的紀錄 我們也有提供 我們這個 資訊登陸的費用的補助 我們可以去請人 幫我們做這個登陸 這個部分 我們農民書也有做補助 另外 對這個集團的驗證 包括電腦 這個印標籤的機器 這個我們農民書也都有補助 這就是說 針對我們這個產業領域 驗證的部分 農民書這邊都有提供 相關的補助 另外 針對肥液料的部分 農糧署在今年也有提高補助金額 一公頃最多可以補助2萬 除了原始的肥料以外 農糧署也有推出微生物肥料 讓農民來做使用 針對這個肥料 像這個有一個肥料 其實我們也有補助 我們今年還要提高 尤其一肥料 我們一公斤補2塊 一家東補10塊 所以我們一公斤 最多可以補助2萬塊 尤其一肥料的補助 我們針對相關的主宅 我們農民會農民書這邊 也很鼓勵大家來做使用 你們使用之後 我也可以跟你們提供一些補助 剛才說的一些補助 其實我們農民書這邊 也是都打過農民會這邊 來打打工 你們相關的補助 尤其一支補助 或是衛生補助 或是在土壤做改良 我們一年一家公斤補助 五千塊的補助 這希望我們整個肥料主宅的補助 我們農民會這邊 也是透過我們移農會這邊 來給大家做服務 我們如果有需要 來農會這邊來做心情 宏復分數上表示 投射地區絲瓜品質有所保障 因此農民會相當重視 也希望在農會的協助之下 能夠讓農民共同投入 產銷履歷的行列 希望能夠落實 今天對這個 我們這裡都做菜圭 菜圭大家平時都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農委會 對這個減復很重視的 希望大家 甚至我們農會這邊 來打工 我們這裡都有三小班 不是來扛一些農民 先來做這個產銷履歷的減復 減復後 先找一兩個班來做事 如果做好之後 全部都要考慮 都要大家考慮 來做產銷履歷的減復 因為產銷履歷的減復 以後你來通過減復 有一個標籤 裡面有你生產的資料 包括你的生產價是誰 以後你的生產價是誰 以後你的生產出 反正有掛你的名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生產價 有一個榮譽 我這個東西是通過營履歷的 所以說這個營履歷的部分 我們政府這邊 提供很多的獎勵 透過這個經驗 跟大家報告 讓大家了解 我們現在政府 當時這個部分 有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讓大家做了解 第二個部分就是 已經對我們這些 尤其是衛生物肥料 或是要做突然改良 相關的主宰 這個部分 我們農委農民宿這邊 提供相關的獎勵 這個部分其實很小的工作 我們其實在通過的農委 大家跟農林宿這邊 大家合作起來 大家來做成功提供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工作 希望通過我們農林宿這邊 我們工作這邊 我們農的這邊 大家來做回來 做回來打招 做回來做回來 做回來做這個工作 今年來食品安全 越來越受到重視 因此推廣產銷履歷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消費者可以透過產銷履歷 來了解食品的生長過程 與用藥等等 新議員王秋薯 感謝農會推廣 產銷履歷的用心 也希望農民們 能夠多多投入 產銷履歷的行業 共同推廣 在地的優質農特產品 民意新聞邱平易 專題採訪報導